强装骨回调 你能识别吗 只要会看三根蜡烛 精准买入强装骨 跟装吃肉 与装共舞 大家好 我是专录 三分钟教会你 强装骨回调买入模型 双阴战法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上干货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阴战法的应用环境 第一个条件必须用在热点的强装骨上面 关于强装骨的先决条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上一个视频 第二个要求该股明显处于上升趋势 不能是震荡和下降趋势 第三个要持续上涨后连跌两天 并且我们要通过这两天的蜡烛走势 量价关系结合第三天的走势 来确认双阴战法的买点 这个方法是一个短线战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的案例 首先如图所示 持续的上涨连续的两天的阴线 要求两根阴线都有下影线 代表盘中触底既有上涨 说明在跌到较低位置 有买方力量托盘第二根的阴线要求是低开 缩量果然图中的这个位置是有跳空低开加上成交量萎缩的这一般代表经过第一天的短期抛售之后第二天的抛售力量开始减少 第三是第三根的阳线 第三个条件是第三根阳线收盘超过第二根阴线的实体为保守型买点 为普通买点 而如果第三根阳线的收盘能够补掉缺口 则为最佳买点 果然后面在第三根阳线之后持续的上涨 如果我们跟随这个双阴战法去操作 即可获得短线的利润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同样是两根下跌的阴线 那么这一次的缺口呢 更大 两根阴线呢 也都有下影线 同时第二根阴线呢 也是低开缩量 此时的第三根阴线并没有补掉缺口 但是它的收盘也超过了第二根阴线的实体 所以它是一个普通的买点 当然最佳买点是如果收盘价能够补掉缺口 后面短期也出现了一定的上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双阴战法是使用在强势股 强装股的上涨阶段 一般只建议短期操作 不建议超过三周以上的持有 一旦有足够的短期盈利 即可随时止盈获利了结 我们再来看一个实战案例 同样的股价经过上涨 连续两天的阴线 其中的两根的阴线都有下影线 并且第二根有跳空低开 同时伴随同时伴随微微的缩量 而第三根的阳线也确实直接超过了第二根的实体 并且补掉了缺口 甚至在该途中还完全超过了两根阴线 所以三号蜡烛是一个最佳买点 但是任何的买点都不可能百分之百 那么如何确认止损呢 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根蜡烛的开盘价作为止损 为什么要把第三根蜡烛的开盘价作为止损呢 一般来说在短线交易中开盘价尤其是启动阳线的开盘价往往代表短期本轮投机者以及短线交易者的平均成本 如果后期在回调时收盘直接跌破一定代表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一般不要继续持有 而如果在后期的震荡走势中没有出现收盘跌破 或者只是盘中触到 但收盘回到该止损线之上都代表着后期可能还有较大机会 如图所示在三号蜡烛之后 经过了1234左右 我们发现了在后期出现了跳空大涨 随后在中短期给了我们足够的利润空间 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止盈位进行获利了结 这就是双阴战法作为一个强装股的经典买入模型 如何在实战中帮我们短线获利的原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就作为一个止损线 我们要重点注意是第三根蜡烛的开盘架 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双阴战法 首先两根阴线都有下阳线 第二根低开缩量 第三根阳线收盘高过昨日实体 这是普通买点 如果能够补缺口 就是最佳买点 同时不要忘了把第三根阳线的开盘架作为止损 以上就是关于经典强装股的买入模型 双阴战法 你学会了吗 有任何相关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想学习更多关于强装的股票知识干货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上方的免费报名听课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录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 请不吝点赞